大家好 那么日本对钓鱼岛进行了更名 日本在这个22号冲绳县 石原市议会通过了钓鱼台列宇 更名为登野城间隔 中国进行了抗议 随后23号中国公布了东海以及钓鱼台 钓鱼岛附近的这个海域的海底地名 引发日本政府不满 日本的官方长官菅义伟25号说 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 这回日本也抗议 中国自然资源部23号公布 关于公布我国东海部分海底地理实体 标准名称公告 将东海钓鱼岛附近的这个海域55处地点 和25个岸礁都给命名了 许多都以包含这个钓鱼的名称啊 是对中国啊 中国是对这个日本 更名钓鱼岛的一个报复啊 那就非常明白了啊 你既然可以更名 那我现在重新命名 对吧 在钓鱼岛周边的这个 你原来日本人的名字 我也不用了啊 用我自己的 那这就是针锋相对 大家要理解啊 这里边有一个国际上 国际共识是什么呢 就是钓鱼岛以及冲绳 主权未定 记住啊 冲绳的主权 现在还不是日本的 日本是托管 什么叫托管 不属于日本 冲绳不属于日本 钓鱼岛更不属于日本 是什么托管 什么是托管 大家明白什么叫托管了吧 你自己家孩子 跟你自己亲生的 你能托管吗 你不能 对吧 你有爹有妈 这孩子为什么托管 托管说明什么 无主吗 没有爹没有妈 说明他的主权有争议 所以美军呢 在1972年将什么 将钓鱼岛和这个冲绳 托管让日本 日本托管 由日本管理 但是主权 并不等于说 属于日本 因为很简单 托管呢 就像那个什么是 就像给你送到孤儿院 由孤儿院托管 托儿所托管 但是啊 终归 他会回归 所有国 那就是说 地位未定 就说冲城到现在 也可以独立 你一定要知道 冲城是可以独立的 冲城也可以回归 到任何一个国家的 所以啊 这就是说东北亚地区啊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争议 这就是钓鱼岛 那中国现在对冲城 这个附近的这个钓鱼岛的 这个主权啊 一直说是拥有主权 那也就是说 与日本在冲城地区 形成了争夺 日本非常难受啊 因为日本呢 也得仰赖美国 这就是美国这个72年 将冲城和这个 钓鱼岛主这个这个 管理权对 托管给日本 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让你们这几个国家之间啊 因为领土问题 互相之间有竞争 然后需要我美国帮忙 特别是日本 日本会牢牢地绑在 美国这个战车上 这你就明白日本 为什么安倍晋三 对美国总统是那个态度 啊那简直快跪下 给人亲脚了 就那个那种态度 因为日本一旦离开了美军 驻日的美军啊 一旦了离开 日本什么都不是 连冲绳可能都保不住 所以这就是美军 对日本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美国将日本牢牢 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你跑不掉 你这只小狗啊 脖子上这个脖套 牢牢地拴在我美国人的手里 为啥 中国人 对不对 中国人在那呢 你不老是 不老是中国人把你打死 钓鱼岛 是吧 冲绳都不是你日本的 这个就是美国的目的 所以呢 这一次啊 中国的命名 其实你也就理解了 我中国啊 知道你美国什么目的 既然你美国 大家要理解啊 美国是给日本 脖子上套了一个套 让你牢牢地拴在我美国 这个战车上 其他的目的是啥 我也给了中国一个活口 你记住啊 如果他不引进中国这个元素 日本 冲绳 啊 钓鱼岛 如果主权给了日本 中国也不用抄上了 正是因为美国没有将主权给日本 所以日本吃不下 这个东西还没还没什么 还没吞进肚呢 记住了 主权 冲绳的主权和钓鱼岛的主权 还没有完全给日本呢 所以别的国家就有什么 有机会上来抢 这个东西啊 这个吃的 什么 日本还没有吃下去 而在日本手里 只是他现在拿着 但是美国人说了 这个东西 日本拿着 记住了 什么叫拿着 他只是拿起来了 你们有本事可以抢 抢完了是谁的 这就造成了地区什么 地区的矛盾吗 我中国也可以抢 现在台湾不敢抢 台湾没实力 以前中华民国也可以抢 就是我中国可以抢 日本人呢 也可以抢 双方在这 在这个钓鱼岛那撕扯 这个东西归我 美国呢非常高兴 因为你一旦不撕扯了 被日本吞下去了 中国也不用抢了 那美国人在这个地区 存在就没有意义 明白这里边逻辑了吧 所以美国人将钓鱼岛 和这个冲绳 托管给日本 其实的目的是什么 告诉 告诉日本 告诉日本什么 这个东西先放你这 但是有人来抢 有人来抢 你家 你家保护不了这个东西 得找我 我这个保安 得一直看着你 所以呢 我在日本 驻军是理所应当的 你日本绑在我这 对吧 每年交保护费 给我美国 一家 咱们俩是一家 但是他这句话 也暴露了一个什么 美国的目的 就是啊 日本这个东西 你不能自己吞下去 也告诉中国了 对日本说是这个态度 对中国说什么 哎 中国呀 你看见没有 我只是让日本托管 冲绳和钓鱼岛 让日本托管 托管是什么意思 你去争 还有可能拿回来 所以你中国得去争 那中国心领神会啊 既然你已经把这个东西啊 已经拿出来了 放到这了 谁争到是谁的 我中国就去争 中国要不争的话 日本不就吞下去了吗 那怎么可能呢 美国是不答应的 你记住这里边逻辑 美国是希望中国上来争的 中国心领神会 我上去争 因为美国人知道 你争吗 你们越争 我越做大 很多人不理解啊 其实这个句话 是给日本画了一个坑 中国呢 我就拿什么 我拿自己的地名 说我有争议 未来 记住 未来 如果这个地区爆发战争 或爆发其他的纠纷 或者联合国有什么 其他的 有这个重新划分的 画地图 那我争了 争了 就说这个地区主权未定 未来可能就属于我的 那我当然 我说一句话 我就可以争 所以日本也谴责中国 中国也谴责日本 在钓鱼台上争 最傻瓜的是台湾 台湾争都不争 台湾可不争 台湾 台湾那时候 都跟我没关系 他们已经放弃了 这会儿你理解了美国的目的了吧 美国如果不想让中国上来争 如果跟中国说 这个东西跟你没关系 主权就给了日本了 但是美国没有 美国只是把 什么 治权 让你托管 你可以管理 记住冲绳地区 只是让日本管理 美军在那 住扎 所以啊 冲绳包括钓鱼岛 主权未定啊 谁争到是谁的 那就美国这个就 其实啊 对日本说一套话 所以这句话呢 也说给中国听 你得 你可以来争了 这东西已经是无主的了 啊 谁争到是谁的 呃 很多不理解这个国际政治里边 这个地缘政治啊 这种这种啊 这里边的逻辑啊 以为啊 啊 就美国就向着日本 你错了 美国这句话 说给日本人听 是什么 你小心点 中国要来抢了 你看好了 你要没本事看 我帮你 你就跟我是一家的 我在你这儿驻军 欺负你 强奸你 都是应该的 明白吧 跟日本人说 日本人说 好吧 是不是啊 你得帮我呀 你要走了 我他妈让人抢光了 得 跟中国人说 哎 中国看见没有 这个东西我没有私吞 我没有让日本吃下去 这东西我放出来了 让日本人先拿着 你有本事你去争 你争到手就是你的 这是跟中国人的意思 那中国人就去争 这回你理解了吧 就美国呀 把这个钓鱼岛和冲城啊 当成一个啊 当成一个 让东北亚地区啊 局势复杂的一个工具了 能看懂的 其实都明白 所以咱中国人呢 必须争 这也就是为什么 要争钓鱼岛 因为什么 美国已经发话 谁争到是谁 你不争啊 就跟你没关系 你不争 你的希望是零 你得争啊 这东西以后可能 是不是啊 冲绳都可能归你的 只要你争到手 而日本呢 日本跟日本说 中国来争了 你呀 得跟我一家 对不对 我就得在这驻军 这就是现状 为什么中日在这争 这回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美国在这个地区主权 他没关系 他能要冲绳吗 冲绳 主权归美国了 那他冲绳人到美国投票去了 美国第52个州了 他不要这主权 我不要 我不吃下去 我拿这个东西啊 逗你们两个来 你们来抢 我把这个包子 或者把这个吃的东西 我先给日本拿着 日本先你先脱管 然后跟中国说 我让他拿着了啊 你能抢着是你的 这就是目的 这就是目的 然后跟日本说 他来抢了啊 跟着我 跟着我 省着让他抢到 让我驻军 让我祸害你 这就是目的 这美国人目的 这会听明白了吧 所以啊 我觉得中国一定要抢 一定要抢 一定要夺 咱们也没费什么事 对不对 嘴上一说 是啊 谴责外交喊一发 以后国际形势 如果有变化 国际上第一个会找 会找中国 这个东西主权未定 谁要 中国要 我中国上就争 中国如果有实力 直接拿下 如果重新划分 中国也是占一份 对不对 现在这个人 美国已经说了 这个东西主权未定 那我就给你们 你谁挣到手 是谁的了 日本呢 冲绳现在不属于日本 基础只是托管 日本托管 主权不归日本 冲绳主权 现在不归日本 那是什么 那是托管地 这回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这里边多复杂 你要不明白 你以为中国争什么劲 日本在这争什么劲 两家都是让美国 拿个东西在这逗呢 在这逗呢 双旁逗 但是中国和日本看得非常明白 你逗我也逗 你谴得我也谴得 将来有一天是不是 联合国发什么文 可以 可以划分了 那我不抢 那不就归你了吗 抢呗 那个岛上其实也没啥 没有啥东西 但是我们得要 这个话得说 这你如果看明白了 心也就放踏实 得抢 只有那个台湾人最傻逼 抢都不抢 这好看 那么 我可以诱惱的